一个买题萨贝尼后台复盘魔术穿当幕后 吓得我 一开始节目组说几个主持人 刘谦你选谁跟你配合 刘谦说只要不是萨贝尼 今天晚上刘谦说了 下回还是萨贝尼 旁边的小妮小便捷 欲言又止 已经好几年没参加春晚了 今天走的时候含着眼泪过 估计以后再也参加不了了 最后当事人发言 我说看了欲言之后 你知道你的表情 没对上 我就想那里面没对上 外面总能对上 结果我就这么拿了 半天以后我突然看了 后来我就藏在兜里 就没感觉